耶利米书第十四章 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 临到耶利米 犹大悲哀城门衰败 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 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 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 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 就拿着空气米 蒙羞惭愧抱头而回 耕地的也蒙羞抱头 因为无雨降在地上 地都干裂 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气 因为无草 野驴站在静光的高处 喘气好像野狗 因为无草眼目失明 耶和华 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 还求你为你明的缘故行事 我们本是多次被盗 得罪了你 以色列所盼望 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 你为何在这地上寄居的 又像行路的 只住一宵呢 你为何像受精的人 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 耶和华 你仍在我们中间 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 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 这百姓喜爱忘形 不禁止脚步 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 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耶和华又对我说 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 他们进食的时候 我不听他们的呼求 他们献凡计和肃计 我也不悦纳 我却要用刀剑 饥荒 瘟疫 灭绝他们 我就说 哎 诸耶和华 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 你们必不看见刀剑 也不遭遇饥荒 耶和华要在这地方 赐你们长久的平安 耶和华对我说 那些先知 托我的名说假预言 我并没有打发他们 没有吩咐他们 也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向你们预言的 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 并虚无的事 以及本心的诡诈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 我并没有打发他们 他们还说 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 其实那些先知 必被刀剑饥荒灭绝 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 必因饥荒刀剑 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无人葬买 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 我必将他们的恶 盗在他们身上 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 愿我眼泪汪汪 昼夜不息 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 我若出往田间 就见有被刀杀的 我若进入城内 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 连先知代祭司在国中往来 也是毫无知识 你全然气掉犹大吗 你心厌恶西安吗 为何击打我们 以致无法医治呢 我们指望平安 却得不着好处 指望痊愈 不料受了惊慌 耶和华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和我们列祖的罪孽 因我们得罪了你 求你为你名的缘故 不厌恶我们 不辱墨你荣耀的宝座 求你追念 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 外邦人虚无的神中 有能降雨的吗 天能自降甘霖吗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能如此的不是你吗 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在这一切是什么 可爱的 真是 都可以